1963年5月5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海 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命名大会 南京路上号八连 从此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称为 他的故事和一部彩色电影一起 流传在随后的日子里 经历时光的考验 实际上八年这个好啊 是从刘仁芬的时候开始宣传开了 因为58年李行成就写了一篇 以这个南京路上号八连 这位标题在解放日报登出来 那当时就很轰动全市 但是我也赶得很巧 是1960年 正好赶上八连 这个霓虹灯下哨兵话剧的公演 从南京演到上海 上海演到北京 当时轰动全军 的确 无论是南京路上号八连 还是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 都应该感谢一部话剧 这部脱胎于一篇新闻报道 与电影同名的话剧 是那个时代一个传奇 最早撰写报道的吕星辰 后来指导话剧的莫艳 与这位既是领导 也是作家的沈西蒙 一起下了连队 我想了再想 这个通信报道 报告文学 甚至有些作家也写过去本 也写过去本 写了很多 我应该无论 要和他们不同 于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 将好八连的故事提前了将近十年 故事从这支连队进入上海开始讲 唐一炮弹和香风臭气 是这支队伍将要面对的 它比战场上的钢铁子弹还要恐怖 在这个时代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部队 有这样的基础人 这个人里头有各种各样性格的人物 一心想创造人物的沈西蒙 把本子拿出来 但是有人说他是毒草 原因就在创造的人物身上 叫我们站马路 比如这个连长说话怪了怪气 小老婆 我们也站进站马路 走一回 好嘛 上海从我们手里边解放了 当然应该让我们来站两天了 看看这个大上海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认为这个剧本好就好在哪儿 赵大大是有缺点 他是有缺点的 我这身鞋只不过有缺点而已 那连长没有缺点呢 还有这三排长陈喜 曲曼丽跟我这个那场戏 我也不知道她是女特务 那个人对解放军好像态度很好 排长 请你给签个名好吗 而且长得也对我看来也蛮漂亮 身上也有香味 还有八班长赵大大 干净 你不想得 为什么 对新事物的不习惯 又是我见了那霓虹灯的声音 啰啰啰啰啰啰啰k 在那个农村晚上 多多好安安静一点 拉住一点 羊肉蒸一点 玩了就没事了 最高兴 她说成天儿就对你 叽的哐啦叽的哑啦 不知道说什么 那个红的绿子蓝的 红的绿子蓝的 黄的黄的 想不到你是个解放军了 还有新兵弹子佟阿南 这些各有缺点的解放军 就是霓虹灯下的手兵 真正巴连的故事 主要集中在艰苦奋斗 和勤俭节约上 因为巴连的事迹剑豹的时候 正逢三年自然灾害 所以一分钱的故事绝非虚构 这都是战士们 行罗的时候捡来交工的 巴连的风气 就是这样树立和保存下来的 抵得住香风臭气 就得有正气 实惊不昧 就是一个值得真存的品德 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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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捡到一张戏票 是今天晚上的 施主一定很着急 还来得及 你到西洋门口去等 一定找到施主 是 又打牙记了 买这么多菜 这不是买的 这是简单啊 有线索吗 我们找了好几个市场 没有线索 继续找 一个市场一个市场 一定找到施主 是 指导员 我捡到一分钱 交工 还是一分钱 还是他什么交工啊是吧 但是老指导员呀 他思想很敏感 他对一分钱 不同战士的心态 战士不同心态 他想了一些问题 晚上啊 专门拿着一分钱 给大家就是 一分钱上了一课 是啊 一分钱 微不足道 交工 是战士的本色 如果把它留下 心灵 就会有抹不掉的污点 同志们 学好千日不足 学坏 一日有余 比起一分钱的故事 三拍掌陈喜的故事 更有戏剧冲突 希望很快融入大上海的陈喜 要出问题了 她青梅竹马的爱人 是山东老区的之前模范 但是她对她的感情有问题了 谁啊 纯姊 别打脑闹闹的 有人来啊 她要 向她跟我一块儿出去看看 那怎么能行呢 我一个解放军上岗 身边带着个妇女 拖拖拉拉的 像话吗 又怕我饿了 要给我鸡蛋吃 那碗呢 因为人身上的那个风 都是香的 看 干净了吧 拿 手上有味的 导演对我也不是很满意的 对我跟马学士的这个戏 那怎么办呢 就跟我们下小灶了 就是说晚上 让大家都别来了 今天晚上就拍 陈喜儿春妮儿的戏 莫艳导演 春妮儿 嗯 你明天 就回去吧 喜子 你 没时间了 你等等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通过那天晚上的小品的排练 这个戏就抓到了 就一下子就是 一股脑子就下来了 那排练就非常的顺利第二天 来 回头见 小时候看这段我就不明白了 你说春妮儿这么好 这喜子怎么就变了新呢 喜子 这样写一个解放军干部不容易 所以有人说他是毒草也不奇怪了 初排的时候第一次排完了 说是 毒草 来嘛 热闹得很 从毒草改到香花 我在园艺会 你出来走走好吗 没兴趣 我们演这个戏的时候 南京郡区正在开党委扩大会 就是扩大到诗意上的单位 在开这个会 说呢 今天晚上 文工团给你们演出霓虹灯下哨兵 说霓虹灯下哨兵是干什么点 说霓虹灯下哨兵呢 就是演好八年的 好八年呢 我们知道 这个一分钱穿草鞋 这个生活朴素 不看不看 打牌打牌 我就是啊 但是有个别漏网的老干部去看了 看了以后 快去看哪 里头什么都有啊 快去看哪 结果大家都去看了 那个年代的文艺工作者都知道 周总理关心文艺创作是出了名的 于是画剧进了北京 他非常激动 他非常高兴 这是一个好戏 北京的剧场又多又大 但是 在哪个剧场演出 也比不上在中南海演出 对于一名文艺工作者 给毛主席演出是一个梦 做都不敢做的梦 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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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飞 解放军 要来香药吗 不要 买一只吧 第一幕 一闭幕 邓大姐就来了 到了后餐 邓大姐 她说你们不要紧张 台词再说慢一点点 主席年纪大了 他听 因为我们这个 见了主席啊 这个一激动啊 这个词无形当中 你吹我赶的就快上去 他们趁着香风 架着烟布 漂泊呼呼 时刻出现了我们的周围 形形色色 从各个方面向我们攻来 就出现了 我现在 circulate 看这个职业 但是我们协定的 他的问题 我会说 在手里出现 就吃了国际饭店 那有些衣服的话就进来 一蹦蹦到连长 连长就到了 你啊 现在穿上军装了 懂不懂 穿上军装了嘛 就是中国人民解毒艇 哎 解放军就要懂三大计论 八项之一 不然 那就不能大声仗 不能消灭别人 连长 你何必大惊小怪你 是吧 我不过支持国际饭店而已 到国际饭店吃顿饭 哎 哎 耳 耳 耳 他加了两个耳 哎 耳耳呀 好大的口气 吃吃过去饭店 耳耳 耳耳 因为耳耳就都迟了 在他那边都比较陌生的 这一在学生身上才能用得着 这些都是愿意加上去 与童阿南的问题不一样 对赵大大来说 甭说国际饭店 俩嬷嬷就让他受不了了 因为作为咱们解放区第一次进城啊 又挂挂这俩什么妖怪 头上白的下面黑的 还跟你蹲啊蹲的 我还很警惕那时候 大家转过来 又蹲两顿 没事 也没什么破坏活动 新情况新问题咱们得熟悉 八连的故事也有解放初期的 比如钱包的故事 往上看呢 我们战士巡奴 不怀好意的人啊 在楼上 四楼上面 丢下钱包 当时我们一个班长 和一个战士巡奴 看到这个钱包出来 我们战士 都脑子思想武器已经掌握了 看到这些人家 就是一却不得 那是老远的呀 霓虹灯下的哨兵 其实还有一个创作者 那就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那个年代 总理对于文艺的关心 永远是温馨而又具体的 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 周总理亲自给我们排 亲自说要求 当然他对驱门理念有要求 就是这个女特务 应该穿什么衣服啊 很具体 关心得很具体 具体帮我就是盖了一条裤子 工装裤子 原来好像是个 是个男的 说实在年头多了 记不太清了 后来就改了一个想咖啡的 还有台词 那么总理嘛 就说问我 说这个春天啊 你那个是什么文化程度啊 我说啊 大概是小学吧 小学文化程度 怎么能说两小无猜啊 这个字啊 很不生活很不口语 后来我当时说 要不就改成我和陈玺从小就在一块长大 对吧 哎总理说这样子说不挺好吗 我们俩从小就在一块 一直到参加革命 没有斗过一回嘴 生过一回气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丈夫 真是幸福 陈玺把这么好的妻子欺走了 这封信是她将来悔悟的重要原因 陶玉玲至今记得谁帮过她 像那个李恩奇老师啊 他就从旧社会就过来了 他在重庆的时候就很有名 他演了很多的话剧 什么《日出雷语》啊什么的 好多好多话剧 人家演话剧的时候咱还不知道在干嘛呢 他是我的就是说 是花手的老师 应该说我的语言啊 我的封信啊 什么逻辑重音啊 怎么处理啊 哪个地方强调 那都是李恩奇老师给我求证 他是把革命部队的老传统扔掉了 是把老解放区人民的心意扔掉了 是把他自己的荣誉扔掉了 帮助春妮念信的老师李恩奇并不在意 陶玉玲那封信也是 就是费点功夫跟他一块研究啊什么的 陶玉玲非常用功啊 当时我也没觉得我是教员 也没觉得什么 就对我会点什么的 我觉得是吧 应当的互相帮助嘛 你倒轻松 袁袁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这是个书呆子啊 也不去找一找 在国务院总理的亲自关怀下 全国的话剧团体都在演《霓虹灯下》的哨兵 于是 几十个扮演同一角色的演员聚会的奇观出现了 全国那么多剧团 一百多剧团同时演出《霓虹灯下》的哨兵 都到南京来学习 演成学的有四十多 再来 老马 老马 团长 让你去一下 说是学院陈婶的演员到了 这不是正排练的吗 晚上吗 你跟那三个同志说晚上 三个 又来了 现在一共四十多个呢 那我马上去 好嘞 《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成功以后 前来取经的剧团是越来越多 这不光来学陈婶的就四十多个 后来啊 这陈婶就成了落后战士的代名词了 导演 那我先去一下 去吧去吧 去吧 天天这个怎么拍 你早去早回啊 是 你们两个跟着我坐 周总理这时候说 拍成电影吧 马上这个传奇就要展现在荧幕上了 对 慢慢的 我们这么晚才说电影 实在是话剧的故事传奇 而且那个时期 没有一部电影和话剧联系得如此紧密 这里当然还体现着周总理的关心 导演呢 他建议要办一场的王平 因为为什么呢 他又懂这个地方上的生活 又懂那个部队的生活 就这么定下来了 又是总理的指示 一个人不要换 兵不换 几个主要老百姓也不换 王平与前线话剧团的缘分不浅 那部著名的刘宝的故事 用的主要演员都是前线话剧团的 除了这几位前线话剧团里演过电影的不多 所以怎么在摄影机前表演是对这些老演员的新考验 那个时候我们这帮人啊 除了陶玉玲排过二位子之外 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上过这个这个镜头 那好吧 你就请这个白杨 叫白杨来到这个盐盐饭店 给你们大家讲讲这个 所以呢 请白杨来跟我们讲课 自己呢 也大家注意一下 拿着 我不要 拿着 因为我呢 没有拍过什么电影 这个老师好像害怕 他那个镜头一看就害怕 再接喽 龙哥 另一个龙哥龙 袜子从窗户扔回来 可能还真的比拐个弯有力度 要不这老班长也不会这么不满意 你还不愿意走啊 好 靠边站着吧 作为这个王平导演拍这个少兵来讲的话 他自己讲什么的 我就是想着 让你们把舞台上那些 观众喜欢的东西都留下来 他讲过这个话 我只会唱个歌 唱一个进行曲 向前向前 起步 走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对舞像太阳 叫他做中国的台 他在世的时候也这样讲 我见的连长呢 太多了 都在指挥车 绝没有一个冲样的 就是我男男的在哪呢 我选哪一个 来 表现 最后呢就是我综合了一下子 干脆吧 这样吧 这是啥点 连长 真有两下子啊 就是教育晨喜公子批的台词也独具特色 这些人 陈禧啊 陈禧 我真为你难过 为你揪心 不能再从这个老黄里过日子了 还像从前似的 只要能打仗 思想上有点小毛病 无所谓 指导员的创作就身不由己了 有一些人 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 但却经不起人们用唐义裹着他炮弹的攻击 他为这个指导员苦恼死了 你晓得 领导要求那么高 用不给一个什么条件 你说这个指导员能去做怪象去吗 能像连长那么奥巴伙的 那么出洋相吗 也不行啊 你只能是背那个台词 那个台词就是干巴巴那些政治语言 主席在期间二中全会上讲话的声音 只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 三人党支部的教育和妻子的信 当然让陈禧醒悟了 童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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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湘姐 救人扔到苏鲁河里去了 等会儿去 赵大大的问题和童阿南的问题一块就解决了 和他们两个人关系紧密的童阿湘的被害 教育了他们 阿湘姐姐 本来我要求上前线 等到 我把阿湘姐姐本来以为是上海不正派的女孩子 对解放军来干什么呢 都说 特务要把她带走 目的要搞得通案了 我才体会到这儿就是战场 那么连战工说 爆料 我哪儿也不去了 这儿就是战场 这儿就是前线 我也在这儿战工 我在这儿打仗 赵大大学会了如何应对两位嬷嬷 童阿南则将勇敢地抓捕特务 我告 炸弹你已经卸掉了 怎么样 曼妮小姐 炸弹失灵了 电影的好处是有真的街道真的楼 可是有一样电影不好办 因为那时候上海已经没有霓虹灯了 解放以后在改革开放以前没有霓虹灯的 解放以前是霓虹灯的 因此在南京路上 包括那个叫什么 图书馆 那现在的图书馆就是那个跑马厅所谓 这里方的都要应该有霓虹灯 那么这些霓虹灯全部是 炮好以后也格格加上去 那是背面打光 霓虹灯再次亮起 我们看见了新时代的标语 这是春音回来了 陈喜和佟阿南 赵大大 竟要奔赴朝鲜战场 影片让人们在欢送中结束 随着电影的上映 画剧的影响逐渐被替代了 但是参与的演员永远不会忘记 画剧带给他们的荣誉与梦想 因为出了这么一个戏啊 因此就把我们这些小小的画剧演员 一下子放在那里面 在很高的位置上 享受了在当年来说 是最高的荣誉 就像好八连 电影让他们知名度 从军队走向全国 人们甚至在提起南京路的时候 总会想起那里有一支队伍 这一支队伍的战略 他还在提起南京路上 你确实还会偶尔看到 军农整齐的士兵 不过他们是武装警察 同样他们的称号 与南京路依然相连 他们叫南京路上学霸脸 当年的好八连 现在仍在上海 但南京路已经距离他们比较远了 我们的兵不挑都是直接分配的 你想兵拉过来了下了车之后 然后集合 然后七年几个八年几个九年几个 按顺序分过来的 他到部队之后在这个连队里面 要经过所有大垂垫的 我们有的兵在家里面过去还有很多毛病的 有的在压着赌博很有绝招的 麻将出得很好 我记得有个战士葛云俊 麻将出得非常好的 家里七两个八分的车 都是一夜之间赢过来的 到部队之后 你不断的要改造他 他后来成为优秀士兵 后来当了副班长 比如当时我们这个T3阶级的时候 这个我们指导员当时就上一堂课 上这个经典费内来消费 就这么一堂课 这个刚刚讲到就是战士 大家要这个清洁节约 有些要存小银行 我们一个战士他就提出来 这个说现在这个国家都提倡 这个这个提倡个人这个消费 那我们提倡节约有些存银行 是不是与国家的这个政策相违背呢等等 由此引发了联队这个大讨论 就是联队把这个扎事 能不能用行命来啊 外出有集市能不能打地啊等等 就是列出了27个怎么办 怎么看进行全联系的这个大讨论 最后就是梳理出来一些 传统的或者是实用的或者过时的 然后怎么去对一些有用的 怎么是创新翻展的问题 这个梳理就是 把这个结果梳理出来 这次就是这样 下回再说 起步 走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就打着祖国的大地 被托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们是山战的奸儿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不委屈绝不宣服 英雄万强 折托的敌人 消灭干净 生云气质 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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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靠青 热进屋 上部竟然是ажи